請問啊 今天這個事情啊 去調查 去要對大陸啊 這個補貼或者反傾銷的調查 就是傾銷的調查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王市長要不要回答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大概預計 目前是財政部已給我們 經濟部的貿易調查文會呢 做產業的損害調查 請問你們喔 誰你寫這個題目 誰發動這個調查 誰發動 確實一開始是我們經濟部發動 為什麼發動是你發動的嗎 部長發動的嗎是你發動 我們工業局發動的 沒有上面長官交代 有沒有長官交代 有沒有長官交代 有沒有長官交代我就問你 這個想都知道一定國安單位交代的嘛 對不對 要抱住美國大腿 對不對 結果報了還不夠緊 為了要希望4月份 能夠豁免 所謂的這個美國對鋼呂的這種 反傾銷稅的提高 我上一次總質詢就問了賴清德院長 他還很有信心喔 喔喔喔喔喔喔 不要緊不要緊 我們4月份就爭取4月份能夠豁免 沒有啊 所以你記住一堆 美國做什麼 美國做什麼 一步一驅 結果熱臉貼人屁股 這種自殘式的做法 然後美國不買單啊 為什麼 很簡單啊 你可以看喔 大家都講了 我們現在 輸往美國的不鏽鋼 大概 只有10萬噸 全部2017年的不鏽鋼出口 100萬噸 總共10% 那麼你就是 為了要討好美國 你處罰了90% 等於我們出口的 100萬噸裡面 只有10萬噸去美國 但是因為你要 如果要本來還傾銷 你剋他的稅的話 那所有的成本都提高了 那你要這麼笨的 怎麼會有這樣子 這個這麼白癡的一個決策 白癡的調查 一般的調查 這是第一樁對吧 那個王社長 這是第一樁官方主動 啟動反傾銷的調查對吧 以前都是業者 受到損壞了 來抗議 才發動 現在是第一樁 政府自己啟動對吧 對 對嘛 那就是很簡單嘛 就政府 國安單位下令的嘛 因為配合美國嘛 所以不惜 自己割完 對不對 切肚子也都可以 流血給美國看 哎呀 美國老大哥 老大哥你看啦 我多配合你啊 對不對 我砍自己好幾刀 美國覺得說 你的血流不夠多啊 哎 不理你啊 還是沒有後面呢 這個是到底的一個政治問題啊 我不相信你們的工業局 有這樣的一個膽識 敢去發動這個 當然是國安單位叫你們弄的嘛 市長我這樣講沒有錯 我想這個案子 我想這個案子現在還在調查中啦 沒有 我一直問你你們有回答嘛 所以你寫的嘛 絕對不是工業局嘛 工業局這個膽子 工業局成績這麼低他敢發動我都不相信 就是有人叫他發動的嘛 就這麼簡單嘛 請問你回答問題 是不是國安大會 應該說 對中國大陸這種鋼的一個產能過剩 其實已經是一個重大的國際議題啦 那本來在各國也都在談這個議題 那當然台灣比較沒有被邀請去談 但是都知道這個訊息 啊就趕快停動作 不是 我也不相信啊 什麼工業局去發動 一定是你們部長 接到上面的命令來發動的嘛 這是政治題目嘛 就是 這個怎麼會這樣的政府 一個經貿的問題 把它操作成政治問題 被這樣子 沒有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在做這個產業的這個諮詢 是啊 人家都沒有人告訴你說 我們這裡說 比例這麼低 結果你現在 現在為了美國那10% 害了90% 這這麼簡單的答案就出來了嘛 業者 業者不需要你們雞婆嘛 對不起 貿易 不要忘了 我們每一年賺中國大陸賺了 七八千億美金耶 去年七千多億美金耶 七八千億美金 他還可以跟你報復啊 我們的籌碼大嗎 你現在只抱著美國大腿 你有沒有想過 中國大陸也是一個大象耶 對不對 我們賺他這麼多錢 你就不怕他報復嗎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經濟部很悲哀的 經濟部可以改名字啦啦 叫做改成政治部啊 或者叫政治配合部啊 完全是被政治操作 怎麼會成績而死搞到這個樣子啊 許部長請回吧 許部長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說這件事情 他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國際的貿易的重大議題 還沒有碰到 你還沒有碰到啊 所以他其實 他其實不能說是政治問題 當然是政治問題 他會有貿易的連鎖反應的問題 他沒有人告訴我 你都是業者 第一樁嘛 如果你說已經N樁了 我就認了 哇你們這個偉大智慧高啊